草屯正中云社区参加县府福利化社区小旗舰计划 为了让长辈对一种意识表达的方式 特别规划手语教学课程 透过简单日常的绘画及手语歌方式 做不同的沟通 长辈们都觉得相当的有趣 细部动作 比较细致的神经传导的一些手语基础的教学 然后加上一些音乐鉴赏 因为老人家音乐对他们的一个辅助疗法是非常有效 你看刚才只有带动的话 那个活力积不出来 配上音乐的时候又发出来他内心那种热情 手语课程的教学不仅让长辈融回关通 学习的速度也相当快 由于年纪健长的长辈难免会有重听的情形 手语就成为另一种不用动口说 不用耳朵听就能够了解对方医师的表达方式 学手语对老人家来说很有帮助 因为现在的老人家他们比较有重听 现在手语可以慢慢地教导他们一些简单的手语 像说比如说你要拿东西 可以跟外老讲说 到三楼拿护腰 这些动作可以让外老知道 这些小小的动作 也让长辈知道说他缺少什么东西 这项手语课程所教的都是这场生活用语 指导老师相当地有耐心 对于每一个字的笔画方式 讲解得相当清楚 对长辈来说不仅有趣 而且也是一种新的体验 充实生活外也增加社会的参与和交流 老人家他比较重听 他会觉得说我们说话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参与 他就比较常常会觉得说 我们是不是在讲他的判语 所以他学了手语之后 就比较简单的 我们就可以解释一些沟通一下 比如说我们没有在企业 我们也是很解释 手语的解释 我们也是很解释 所以我觉得这一方面 对他来讲就有很大的帮助 活泼有趣的教学方式 让参与的长者和志工融会贯通 学会日常生活中常用到的手语 学习的速度也很快 大家越学越有兴趣 记者洪一轮 曹成真采访报道 感谢观看